一位来自荷兰的考古学家 在印尼茂密的原始森林里 寻找着当地人传说中的石楼宫殿 当他登上一座巨大的山丘时 立刻就被眼前的场景震惊到河伯龙嘴 许多长条形的石块杂乱的堆砌在一起 似乎是一座实质建筑倒塌后的遗迹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神秘宫殿的遗址吗 世界冲暗谜团 阿尔会有答案 大家好 我是老袁 今天我们聊引起科学界轰动和争议的 印度古龙巴东金字塔 1941年 荷兰考古学家克罗姆博士 从印尼找挖岛土著的口中得知 在岛上有一座宫殿 这让他感到十分的好奇 于是就根据土著们的指引 去探寻那个宫殿存在的痕迹 他在原始森林中艰难前行 最终来到了一座名为古龙巴东的山下 这个名字在当地的语言中是启迪之山的意思 当他登上了山顶之后 对眼前的景象感到无比的震惊 他看到了一堆堆巨大的石块 散落在四面八方 难道这里就是神秘宫殿的遗址吗 回到住处后 他立即写信给荷兰政府 描述了他的发现 并且请求派出专业探险队进行深入调查 但是因为当时正处于一战时期 荷兰政府无力调查这个地方 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个遗址也从宫中的视线中消失了 时间来到了1979年 一群当地的居民 无意中再次发现了这个神秘的遗址 于是就报告给了当地政府的官员 印尼政府这才得知了遗迹的存在 便派出了考察团队对其进行探索 考古学家们发现 山顶上堆积如山的长条石块 是经过人工雕刻的火山岩 每块的重量约300公斤 数量估计有5到10万块 根据石块位置的分布 科学家们推测 这可能是一个古代城市 或者是神庙之类的地方 虽然这也算是一个大工程了 但并没有什么震撼人心 或者让人眼前一亮的地方 当时的考古学家认为 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古代建筑遗址 保存的也并不完好 所以并没有对它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但是到了2011年时 事情突然有了转折 日尼科学院地质学家丹尼博士 对古龙巴东山进行考察时 觉察出了异样 作为一个地质学家 丹尼博士非常清楚 山体风化和寝食的规律 他认为这座山 和周围地形的寝食状态并不相符 山体结构很有可能 是经过人工改造的 不过随着他们使用 先进的科学仪器进行探测后 丹尼博士发现自己的推色 还是过于保守了 这座山可不是经过了 人工改造那么简单 它居然是一座多层的人造金字塔 整座古龙巴东山 110米高的山丘 和周围总面积约15公顶的地区 全都是这座金字塔的一部分 只是因为被土壤覆盖 并长起了森林 所以一直以来都被考古学家们忽略 经过转新取样和碳同位数鉴定 科学家发现 古龙巴东金字塔大体分为四层 每一层都在不同年代建造 最下面一层 除了实质建筑外主要是泥沙混合的土块 这样整个建筑看起来就像一个小山丘 第二层则是比较大的七天结构 也是主要的金字塔结构 而金字塔是修建在第三层的外部的 第三层最后约为15米 科学家发现 这一层有精心雕刻的石柱 并且有三个巨大的长方形空洞 估计是人工雕琢的房间 这层的修建年代 最早估计在7500到8300年前 而最内部的一层被认为是建造在一座天然的熔岩山上 主要由快壮玄武安山岩堆砌而成 建造的时间估计在14000到25000年前 这一发现立刻引起了轰盾和争议 因为它意味着这座遗址 可能是地球上最古老的人造结构之一 其历史可能远远早于目前科学家所认同的人类文明的起源时间 不仅如此 科学人间还发现了大量的珠宝陶器工具 甚至还有一枚古老的金属硬币 这枚硬币的推测铸造时间 大概是公元前5200年 这绝对是考古学界颠覆性的发现 之前考古学家一直认为 世界上最早的金融货币应该是中国商代的宝德同辈 出现在大约公元前1100到1400年左右 此外 在一级的发掘过程中 人们发现古龙巴东山丘巨石建筑还有使用水泥的技术 这种古老的水泥是粘土、铁和二氧化硅的混合物 被张作粘合将岩石粘合在一起 其中富含有高达45%的铁 这就因果叫铁器 早在所谓的铁器时代之前18000年前就已经被使用 最初的时候 考古挖掘物品的检测是通过印尼的八单实验室进行处理的 但因为检测数据的结果被多数的专家认为太过荒谬 还需要有其他权威机构的复合认定 于是在后期的整个发掘过程中 所有的出土文物都由美国佛州的迈阿密贝塔分析实验室进行验证 最终贝塔实验室没有提出意义 基于丹尼博士考古团队提供的各种实物证据 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于2018年公开承认 古龙巴东巨石镇建筑是一座古老的寺庙 这些似乎都证明了 古龙巴东金字塔可能是由一个非常先进的史前文明所建造的 那么我记得来了 这些史前文明是谁呢 也许谁叫进一步的考古挖掘 考古学家们就能找到这些线索的蛛丝马迹 然而至2014年以来 对于古龙巴东金字塔的考古却没有丝毫的进展 因为就在丹尼博士发表了上述那些惊人的发现后 印尼的几个考古机构居然提出了强烈的建议 反对对古龙巴东的进一步勘测 他们的理由是 丹尼只是一个地质学家不具备考古能力 在他们看来 丹尼团队的挖掘并不规范 所以得出的结论也有可能是有问题的 而且他们坚称 古龙巴东遗址的存在时间 不可能超过5000年 这本身就是在挑战人类历史的常识 对于古龙巴东的考古 完全是在浪费时间和精力 政府应该把经费 给他们这些考古学家 去做更重要的事情 而印尼第七任总统 佐克·威多多上台之后 真的就停止了这个考古项目 丹尼博士也被告知 要停止对古龙巴东的发掘工作 打包回家 如果说印尼考古学家 质疑丹尼博士的考古能力和科研结果 还可以理解 但是这么一个挑战人类历史认知的重大发现 作为考古学家们 难道不应该积极的参与吗 然而这也反对挖掘古龙巴东的考古机构 并没有派人实体来考察过 对于古龙巴东金字塔的考古 由此就陷入了停止 这背后 莫非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 那么朋友们 你是怎么看的呢 把你的高见写在评论区里 我们一起讨论 好 世界充满谜团偶尔会有答案 我是老元 喜欢我的视频 点赞 关注和留言 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我们下个视频 不见不散